首先就分这个外局 外局是前面一片 这里后面一片 如果是你分内局的话 拉一个十字线 在前面一片 属于零水 后面一片 属于正属 就是说你房子的前半部分 布这些流动的东西比较好 布水 布金一缸 挖塘 做什么就在前面 后面呢 布假山 布那些水晶洞 布那些泰山石 就是固定的东西 如果你这个泰山石布到前面去了 那你就是山上的龙神去下水了 如果你在后面挖一口鱼塘的话 那你就是名神见水 他就是这样的 这里就讲到一个室内布局 厨房 厨房是以山论 还是以水论 这个 他也不以山 也不以水 他就是论方位 论一个功能 这个空调 是以山论 还是用水论 没有这么细化的 他也不论山 他也不论水 一般来讲 是空调 他是有洞的 他有这个生气来的 你布在吉利的方位 他就比较好 这里有讲一个纸上五项 兼仁丙的池塘 或者是纸上五项兼桂丁 他组错天井的出水口 他有明堂院内的出水口 明堂井的方位 这个东西 讲起来比较复杂 首先你这个房子 要多大 是两进的 还是三进的 还是五进的 那我们最普通的 两进的来说 我们不管他兼仁丙 还是兼桂丁 我们就是以纸上五项来论 你首先 他一个天井的出水口的方位 天井的出水口 这个没有固定的 看你想吹哪一方面的东西 如果你是以吹材为主 那你可以放昆卫 如果你是吹材为主 如果你吹材 贵 那你可以放昆卫 这个很多可以做的 你纸上五项 放服口 也有人放 也可以 如果你要配一式七局 在有方 或者是新方 如果你兼桂丁 你就放新方 如果你兼仁丙 你就放根方 如果你是兼桂丁 那你就是放新有 如果你是 纸上五项兼仁丙 那你就放根有 那还要看你这个 左水到右 还是右水到左 如果你是右水到左的话 那你一般来讲 放右水 左水到右来讲 你就放左水 为什么呢 比如我右水到左的 我放到这里 那你这里出去之后 是不是还要经过这里 它等于又一次 经过我们明堂 那如果你右水到左 你水又放这边呢 它这个就叫做顺水走 但是我就是要顺水走 我就是要吹柜 那你放这个顺水 我们讲了 第一它是四九围有 它正交 文旗水 正交水 郁阶水 水流郁阶官变质 神通状元出 这个所以你要放哪一个 这个没有固定的 它有好多个可以放 如果你本身是外面出训口 我想布一个一是七的局 那我在这里布 因为这里是四 这里是一 那我这边找一个七 从这边放 也可以 三大同堂 先天卡 后天对 先天对 后天训 三大同堂 所以这个没有固定的 你学了这些东西 你就是把它套进去 这里呢 用的是什么呢 一个十字交流 一个先后天交流 明堂 院内的出水口 出水口 那你就站在大门这里打了 这个就还更是这样了 你缺少哪一样 你需要补哪一样 一般来讲是分开来的 如果你这里放汐水 那我这里就 围墙内 我就放昆水 照配 你这里有了正交 我这里放反交 我如果里面放了反交 那外面我就放了正交 把它这个礼器把它给配齐 都没有固定的 一定要在哪一个位置 那就是看你想吹茶 还是吹钉 还是吹柜 还是想布什么局 还有一个打紧的方位 打紧的方位 刚才有讲了 如果你在这个大门里面 看不到的 在这些地方 那你就是以什么呢 以这个中间来立即 能形成交构 或者是到八宅 生气方 延年方 天衣方 天衣方是最好的 天衣是主身体健康的 这个坎挂的天衣在哪里呢 它就是在正方 和东方 这边可以挖井 东南方也可以挖井 但是这个就不可以护卫方了 这个复卫方 你在这个正后面挖一口井 这个就变成了血很井了 这个就不好了 这个我们是以八宅为主的 它也不会起冲突 但是你这个卯方 如果它直接来 你就做甲毛 如果是直接跪 你就做银毛 你可以偏上一点 偏下一点的 它三个山头 你这里 中间打开了三个山头 四十五个万 你这个不知道有多款 这么一片都在那里 那个房子的一边 要是有院子 那它这个利基点 是不是要再偏一点 这个不用偏 以这个房子来利基 这种四个月 以千万体的中心点 一节 还是整个一万多的中心点 以这个房子的中心点来利基 不是以这个整个地块 您要建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以这个地皮的中心点来利基 我这个房子要往哪边靠比较好 根据这个形式来 比如这边 这边有房子 这边有房子 如果我这边的山比较紧 那我的房子就往这边坐 如果这边的山比较紧 那我房子就往这边移 房子移不了 我就把门楼移到这一边 它有的时候 五间房的地皮 只盖了三间 它一边空出来两间 等于是一边一个大院子 除了前面有院子 它的旁边还有一块 那你还是以那三间的中心点进去 你说的一些可能是双富龙 这个到实际应用 在书上千篇漫画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正确 我说的也不一定是标准的 但是也可以做个参考 因为我们相对来讲 是可以这么说 看过的东西是比较多 实战经验比较多 就是说南方也好 北方也好 我们都有去看过 都有去看过 所以你说的东西 因为我们没有到现场看 也不一定百分百的标准 但是我们就提了一个意见 用参考 但是您去到现场 还是根据你现场的判断 怎么样比较合适 好像医院海老师 订这个立即点一样 这个师傅也教不了这么多 是吧 你去到现场 然后自己整体格局去看 怎么样做比较合适 怎么样去做比较合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了 经过检验就知道了 教材的七十面有那个阴宅与棺木的中心点立即 这个教材的七十面有说这个阴宅与棺木的中心点 他一般来讲是我们很多地方 包括北方 包括我们这个有些地方 就是说他不是依山而建的 他就是开井 挖持放下去的 他一般来讲 他的土堆 就是土堆的中心 就是那个碑的中心 但是我们看来去水 还不是在那里看的 看来去水 还是在一样的 在前面点箱的那个位置 来看 放下去 有水 所以这水 也比较好 或者是水 每日我一样 就能把水 把水 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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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照我们上课跟大家讲的 什么是吹柜 什么是发丁 照这个区别 我们这里有个问题 那就是商品房是不是以大门印象 这个我们这两边说的比较多 或是以阳台为相 我们这个 具体来讲 90% 都是以这个阳台为相 没有以那个商品房的路户们为相 因为大部分的路户们 它都不能建天地 不能收天地的灵气 不能收天地的来汽水 都是 以这个阳台 来纳身器而已 所以 我们就是一个以阳台为相 还有这个选房 是以谁的身相 来论这个生客 这个就在看你自己的算盘是怎么打的 是吧 如果你心疼老婆 如果你心疼老婆 以你老婆的身相 来选 也可以 如果你帮父母选的 那肯定是以你父母来选 是吧 当然有个主次 您看这个 一般来讲 如果说能够全部合得到 那个是最好的 这个以谁为主呢 那这个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如果你非常心疼小孩的 你说我这个 这套房子 以后买给我小孩的 那就是以你小孩的身家为主 对吧 如果是你 买了你父母都不住的 就是你自己住的 那肯定以你夫妻俩为主 对吧 如果你心疼这个小孩的 那肯定是以这个小孩为主 如果你买给你父母住的 自己不去住的 那肯定就是以你父母为主 这种小孩的 那肯定就是 在手术的 那肯定是 不可能 是 我们也有解释 还有时间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 荒泽东的 那个长毛奔乐 如果说没有其他 什么 如果有什么意外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这一次考察,可能又会去湖南,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比较紧张,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就需要我们当地把这个景点帮我们找出来,然后安排好,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去过了的,如果大家要再去呢,就比较方便。 我们看看毛主席,毛主席这一个,嫦娥悲悦的这一个风水,这个风水非常的有艺术,所以您看风水,它要分开两方面,好的给好的看,不好的给不好的看,您说它不好, 它出了毛主席,你要算好,这个祖坟葬下去之后,这个家里的人丁,损丁,又损了这么多,那它究竟好还是不好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来看。 这个是湖南特有的一种战法,就是碑在后面,这个坟在前面,然后我们这个打在哪里打呢,也要站在前面来打,不能站在这个碑前打,站在碑前打,它就跑到后面去了。 这个是福西平,它的一个风水,它后行叫做嫦娥奔月,所以好多人,这个,我们那时候去考察的时候,大家在那里讲,哪一点像嫦娥,怎么样奔月啊,那这个,所以去到里面,你就看不出来。 大家去到那里面,它基本上哨风,是这样一直下来。 这里,这边非常陡,这边分了一条脉处的,这边分了一条脉处的,这边呢就是一个烧红的一个顶,我们这个嫦娥坐在哪里呢,坐在它下阴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这个绘画水平,这个要我们习老师就可以画得到很漂亮,对吧,但左边一个青龙纱,像它的一个大袖子,右边一个白虎纱,像它的一个大袖子,然后呢,它这个顶峰非常的高,然后我们爬过福西平的,也都知道,它这里的山很极,很陡,它就是这样,斜斜的往上。 所以它就叫一个长额奔月,如果你去到这里面,什么形也不像,对吧,所以刚才有讲一个鹤形,那这个东西很难界定,你去到这个大举看又不一样,小举看又不一样,关键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你想鹤什么时候,它偏向于哪一种形。 这个是前面的这个,我们羊宅,就叫铺鲁,银宅就叫铺铲,铺铲,或者是铺铲,铺铲,或者是铺铲,为什么呢,它前面,这个坟前面,它要有一点的余品,必有余品,子孙盛,必无余品,子孙盛, 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你子孙要来拜祭你,你前面也要有地方站,如果你前面一点余品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很多子孙呢,你很多子孙来了,站到哪里去呢,站到你幕后面去吗,对吧,所以这个, 仪平跟我们的仁丁非常大的关系,鹰宅,它吐存就可以了,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是羊宅呢,它就要铺鲁,像铺一层被子在那里,大家知道被子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这条龙,它还在走,从这边下来之后,胡习平这里揭露了一个学之后,它还在走,还在走呢, 好像它也是抬头了,大家可以到,看得到这个三世,非常的,非常的急,非常的到, 所以,好像他青龙把头抬起来了,这个就是他右边的袖子,他的祖坟,这个龙,来得很高,而且很急,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呢,广西有一班学生, 他就去上面打完房,他是新龙,新细龙的, 他这里,一直往这里下去呢,这里一直往前面走,他分了一条麦下来,把这里给关住,形成了喘牙交错,所以呢,他还是这里,这里一抱回来, 我们是讲,看地先要看下山,这个,未看来龙,稳不稳,先看下关,收不收,所以这个下关非常重要的了, 他把这个下山关回来了一下,但是呢,还是成一个漏斗形,为什么呢,他这里是小,慢慢,他越来越大,像一个漏斗一样, 就是说,来的地方就少,走的地方就宽,来短,走长,赚一百块钱,可能花了一百五十块钱,所以呢,就不惧场, 所以毛主席的时候呢,他也清贫,全国人民也清贫,到后来建了一座水库,相对来讲,又好一点了, 后来他这里建了一个水库,相对来讲,好一点了, 他这个祖坑是这样像的,所以呢,他右边的白斧非常的高,非常的高, 白斧高是什么,白斧高是女人掌权,而且呢,他在这里的话, 白斧是不是过了他的中堂,过了他的中堂呢,就叫做白斧穿堂, 白斧穿堂,本身就是单打少年了,宁愿青龙高万丈,不许白斧来抬头, 白斧一抬头,他相对来讲,这个就不好, 他的右边,是南面,跟龙桃山, 山峰高手,行商就有讲,啊, 但愿青龙高万丈,切记白斧压青龙,或者是切记白斧来抬头, 风水师一直就把白斧穿堂,跟白斧抬头, 列为风水的一大计,所以他这个本来就是一大计, 而且大家倒看过他的, 看过他的洋宅, 他的洋宅是不是也是白斧穿堂, 是吧,他也是白斧穿堂, 而且他这个洋宅的白斧穿堂穿的还更厉害, 他还不叫穿堂,他叫白斧涛心, 他后面这只山, 壁子就来到这里, 像一个拳头一样打过来, 是吧,大家有现场去看过的都非常清楚, 所以他家怎么会不打哨兵, 他打哨兵也很厉害, 他家里有香火啊, 家里有人啊, 如果你家里没有人, 没有香火, 你废弃了, 没有祖宗牌位, 没有人烧香, 他就是不管事啊, 家里有人, 有人烧香, 他就管事啊, 你风水你跑再远, 哪怕是你跑到美国, 新加坡, 只要这个地方有人干, 他还是有起作用的, 所以呢, 白斧是什么呢, 白斧是好斗, 所以他一辈子都没有停, 没有停, 停息过斗争, 那最后那些老革命都斗完了, 他右边有一块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他这个龙是往下走了, 十十九节, 有这个石头, 来把这个气可以收一下, 我们不是讲几个地方, 几个可以收气的吗, 一个是水可以收气, 一个是石头可以收气, 还有一个是岸山可以收气, 他这个地方就叫腐蟹平, 所以他后面的来龙, 到这些这里, 他也有点像蒙古下山, 到他那里后面就刚好是平平的, 在这个甲银方位呢, 有一个小石骨, 所以也可以鹤行叫做蒙虎铺石,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鹤行, 看你在什么地方来鹤, 看你是大鸡还是小鸡, 如果是你根据这个, 就这一个小鸡来讲, 这个石头就像一个小动物, 在后面的这个脉就像一个蒙虎下山, 他也可以叫做蒙虎铺石, 来咬这块石头, 咬这块小动物, 那你这个昌鹅被虐又不上了, 所以这个东西, 鹤行他没有说那个标准的, 而且呢, 他这个是左前方, 他本来是白虎墙的, 白虎墙的, 所以他青龙方, 他抬头, 他就副主了, 然后呢, 他又把这个气给收起来了, 而且他这个, 在形式上, 他叫印记银甲出师银, 在银甲方有山峰, 或者是有这个印记银, 相对来讲, 很容易出这个, 无师, 或者是仙婆, 或者是神头, 或者是这样的东西, 而且呢, 这个像元的, 他这位手下关心, 所以到新中国成立了呢, 他就没有用这个方印了, 一直以来几千年, 我们电视上看的都是用一个丝头的大方印, 盖下去, 到了毛主席他就用这个丸印了, 而且他在什么地方呢, 刚好在他的嘴唇下面, 既说, 这个是毛主席这个坟炸了之后, 才长那颗质的, 当然这个坟, 它不是出毛主席的坟, 炸这个坟的时候, 毛主席已经出生了, 它这个坟是什么作用呢, 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这个外面, 它就是千军万马了, 气势非常的磅礴了, 所以, 它这个外局非常的漂亮, 而且, 韶山七十二冲, 它这里是七十一冲, 这里是七十二冲, 就是说, 差不多到靖桃龙了, 但还不算是尽头龙了, 你看两边的山, 胶牙, 犬牙交错, 就是说, 里面它就有一定的气势, 但是还是里面小, 外面宽, 成一个垃圾。 所以, 刚才说的, 你在不同的地方看, 你就有不同的核心的方法, 如果你刚刚从这里看, 它就是像一只老虎, 这里是站在老虎的王子穴上, 是吧, 如果你在后面, 后面不搞上去, 那它就是搞这里的话, 这边的袖子, 这边的袖子, 就像一个人往上飘, 往上浮一样, 它就是掺耳奔月, 所以你这个, 在不同的位置, 它就是有不同的核心方法, 它为什么要内心山, 外溪山, 它内溪山, 它是为了接这个容器来用的, 它是心, 心系隆的, 外溪山, 将前迅呢, 山下右水, 道主, 从哪里来, 从南方来, 西沙, 就是成像, 成过去就是, 迅四丙五, 从丙五方来水, 出水, 在野方, 它就是正位, 盖方, 就是我们后面的来龙, 东北山, 啊, 不是啊, 它这个西前汉, 任子柜炒根银, 它变风, 它是在外面, 在我们的青龙方那里, 它也抬头了,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呢, 你做西山, 它就是, 啊, 大家可以看, 它就是一个什么格局, 六, 三, 九, 变方的风, 它就是一个四大同堂, 前山, 前向, 水流前, 前上高峰, 出状元, 它配的是一个, 369的一个格局, 那如果你, 做西山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西山, 他七宿, 啊, 西山也是要本山走本口, 那你这个礼器就很轻了,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什么用, 它为什么不会是西间心呢, 它要西间钱呢, 啊, 它这个就是, 晨曦草味扣金龙, 动得永无穷, 它一定要配上前坤更新, 它才有力量, 如果配上新, 它这个力量就没有了, 啊, 力量就没有了, 所以它要配什么呢, 它要配369大级, 它要配前山前向, 水流前, 但是它又不能做前山, 如果做前山, 本来这右边的紧, 那你又向到这里面去了, 那还更没有, 对吧, 啊, 所以它这个都, 前前后后都有考虑的, 啊, 所以, 对新山只为对挂器数, 如果一立新山, 什么格局都没有, 新山以下出一口, 那你这个本山走本口, 那没有, 没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所以呢, 它历史上, 毛泽东, 你看, 它都是跟这个熟狗的影员, 啊, 周德, 刘少奇, 周恩兰, 潘德怀, 啊, 还有一个熟狗的, 好像是任必实还是谁, 啊, 反正就是, 基本上, 都是, 跟它在一起, 它喜欢这个熟狗, 然后, 什么呢, 熟狗好, 它怕什么, 怕龙, 啊, 七六年, 就是熟狗, 所以黎, 因为后天浅, 啊, 前山浅上水流浅, 而且它有名地作形, 有名红旗水, 所以, 东东古脚, 水流水, 艳艳红旗龟, 啊, 所以它这个就是, 布了一个, 前山浅上水流浅的一个国际, 好了, 那这里又, 又看一下它为什么要, 放八年在藏呢, 它死是在1904年, 它到1912年, 才正式的下藏, 马主席是什么时候出生呢, 是1893年, 1893年, 哪怕是, 就算你1904年, 长下去的时候, 它也是11岁了, 是吧, 啊, 所以, 它已经出生了, 啊, 那这个是对它有福祝, 它为什么当时1904年不做呢, 到1912年才做呢, 1904年是假成年, 我们如果不知道1904年是什么年, 那我们可以加60年, 1964年, 一样的, 啊, 多轮, 多轮一个甲子, 它就是一样的, 1964年, 它也是假成年, 啊, 好像它这个, 1893年, 它是贵世的, 那习近平1953年, 它也是贵世的, 一样的, 你加60年, 六四花甲一轮回, 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假成年, 所以就是假成年, 假成年, 在西山可不可以, 不可以, 对吧, 那所以到了, 为什么要到12年呢, 12年是论子年, 1912年也等于是1972年, 我们这里有不少, 1972年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1912年, 它就是论子年, 论子年, 它是大力东西, 啊, 所以做这个, 西百查都男, 它是大力的, 而且呢, 而且呢, 祖ingo她是什么呢, 它是贵世上的, 人贵, 吐仇长, 佛吐仑仑, 他是贵人, 天也贵人, 那个贵鹿是不是举子, 它子年是得真鹿, 而且呢, 物贵之年, 其甲银、 银 больш丙、 丁氏物无己味、 甘生星游、 银是贵亥, 物贵之日起轢子, 所以他那个轢子, 它就是真炉 所以看得到 它是 专门为它打造的 贴身打造的 它走去什么时候走的呢 刚好是丙神眼 晨曦香葱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那一年 去那边考察 也接近两百的 后面这个就是绍峰 大家可以看得到 莲征祈祖 这个来龙洛飞 莲征祖祖 围观也不到山宫 如果不是莲征祈祖的话 它也没有那么贵气 这个是当地最高的山峰 龙是从这里来 走到它房子那边 转了一个弯 这个就是我们 12年去那里考察了 上半年去了湖南 下半年就去了湖北 这边还没有造旗 两边还有呢 老师刚刚你说 本山找门口里去间是每个相对一样 不一样 本山找门口 如果你前面光拿好 风好 坚硬的好 它也可以的 本山找门口相对来讲 同等的礼器来讲 它就是比正反焦 它要差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 大家在那里看 那这个哨红 大家可以看得到多漂亮 好 我说 我们在那里看 芹菜 好